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今天要邀请大家加入我的日常生活 唯一不同的是呢 今天我去所有的地方都会使用特斯拉的Fossil Driving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Fossil Driving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实用性能增加多少 那今天我要去几个地方啦 我要先来去拍个证件照 要来去寄东西回台湾 最后要来去健身房 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一段大概三四十分钟的路上 我们的Fossil Driving能够表现的有多好 如果状况没有很多的话 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 关于Cybertruck停售在北美之外地区的新闻 以及今天特斯拉跟大盘相比呢 跌得非常重哦 大概有将近6%啊 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觉得这类型影片可以帮你了解到特斯拉Fossil Driving 目前它的能力的话呢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来自你的赞 就是对我的频道最大的帮助 我们接着就开始来上路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日常生活咯 take me to CVS 这个 Nogales 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开始 看看它能不能够顺利的到达 CVS 在没有任何介入的情况下 OK 它的stop side停的有点远 但还不错 那基本上我在测试Fossil Driving的时候都是以安全为第一啦 并且在不影响后方用路人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不要介入啊 那还是一样哦 现在非常靠右边哦 几乎快要开到旁边的这个水泥地上面了 那我再猜这个版本跟因为跟上个版本一样啦 待会他可能会往左边的那个车道过去再拉回来 我们看看这一次它是不是还是一样犯这个错 好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一次它没有进去 它有拉回来 但是开起来真的很像酒醉驾驶一样啊 但因为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这次没有那么慌张 只是感觉还是蛮吓人的 尤其如果你没有用过Fossil Driving的话 那我是还蛮好奇待会它能不能够顺利带我们带到停车场里面 好 绿灯目前对象没车 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左转 OK OK 还蛮不错的哦 它知道要从这边进到这个Plaza 就是CVS所在的Plaza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无保护左转它能够处理的适当吗 对面有车过来 Oh shit 这个太危险了 我踩了电门 因为对面有那个大卡车来哦 我们一定要等那台大卡车过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车它速度很慢 所以呢 因为它刚刚已经出去了 我逼不得已 我没办法后退 所以我只好接手赶快踩下电门过去 但我必须说啦 刚这个情况非常危险 这是我马上觉得它不及格的地方 非常可惜哦 我们才刚出来没多久 好 那没关系 我们很快就已经到了第一站 我来去拍个证件照 待会我们再接着我们的行程 接下来我们到下一站 我要去寄一些东西回台湾 那因为我知道在哪边 不过要使用FORCE OCE DRIVING的话呢 必须要给它输入导航 所以我直接用手动输入进去 希望接下来不要再有刚才那么惊吓的表现了 好 不过现在FORCE OCE DRIVING呢 它还没有办法倒车 所以我必须自己倒车出这个停车阁 那关于这个版本呢 许多的人说它的感觉是比较好的 但有些人他觉得它的感觉是比较差 我们现在要左转 OK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刚一右转会马上就切到左转线 不过算是任务有达成 那在上司明年才跟大家聊到 Elon Musk正在考虑把一些要一年以后才交车的车总订单暂停 那没有想到这个周末啊 在北美地区以外的Cybertruck 他们就停止接受订单了 虽然即使在北美我们也还没有开始交曝Cybertruck 但这个动作背后动机是什么呢 其实蛮耐人寻味的 是因为他觉得Cybertruck订单太多了 暂时他不想要接呢 还是算不出来有可能会再延后 这我相信是大部分人担心的地方 但同时也证明了 Elon Musk真的有可能会 停止其他车种的预定喔 所以呢 还是跟上次影片一样啊 建议大家如果有想要订车的话呢 尽快就下手了 好 刚刚这个左转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喔 在刚刚那个无保护的左转 其实还是很惊险啊 如果是我开车的话 刚那个情况 我绝对会等那台大货车过了之后 我才会左转 那非常巧的 我在上次影片才跟大家聊到 关于Elon Musk投资Twitter 他会不会是因为特斯拉股价跌得太凶 所以就在我上次影片发布前几个小时啊 新闻出来了 他暂时停止购买Twitter的计划 他的理由是因为Twitter的假账号太多了 我不知道这个理由你能不能够接受啊 但反正呢 目前他就是暂时停止购买计划 那Twitter也因此礼拜五的时候应声大跌喔 当那天美股大涨的时候 他却大跌了8 9% 那今天呢 Twitter还是继续节 今天Twitter又跌了另外一个8% OK 好 这个他让他切进来还蛮滑顺的 还OK 好 还记得我那时候跟大家说 如果你是因为Elon 可能会购买Twitter 而去买Twitter股票这个动作 对我来说 他是有点赌博的成分在 因为Elon并不会跟你讲 他要不要真的购买 或者他什么时候不买了 他不会提早跟你说嘛 相信礼拜五那天大家都是看到新闻 结果Twitter那个时候已经跌了10% 那我还记得那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Twitter还有51块多啦 那现在他已经跌到37 38块了 也就是在短短几周内已经下跌超过25%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投资动作是一种赌博啊 那很不幸的也被我乌鸦嘴说中了 回到我们的Force of Striving 到目前为止 他的表现除了刚刚那个无保护的左转 是蛮令人紧张之外 到目前其他看起来还算中规中矩的 好接下来我们的观察重点 就是看他什么时候要切到右边车道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 他有时候换线的时机抓得不是很好 哦干 他打了方向灯又切掉 他现在又打了方向灯 OK这次的换线我觉得还算蛮流畅的 跟我平常开车驾驶习惯差不多 至少他不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才换线啊 所以这个换线呢我给过 好我们将在下一个红绿灯准备右转 那这边有一个禁止停止的标志 我不是很确定他有没有看到啊 但因为这旁边是消防局哦 刚刚那个路口是禁止停止的 我们现在要变黄灯 他会怎么处理呢 OK有点慢了 啊 是我踩了电门哦 因为刚刚他出去的时间实在是太慢了 我们左边的车子 也就是直行车啊 他们已经过来都已经快到一半的马路 结果他开始给我犹豫了 所以我只能赶快把电门给踩下去 不然我们左边的车会马上就过来 所以刚刚这个转弯呢 红灯右转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好 不过在美国红灯右转是合法的哦 除非他有特别的标示说这边不能红灯右转 只是刚那个犹豫实在是太久了 好待会在前面呢 我们要准备右转进去这个Plaza 但是那个转弯呢 我记得有一点窄 所以希望他的速度不会太快 那这边呢其实华人非常的多啊 你们如果有机会来这边会看到许多的招牌 都是中文的 好我们现在下一个 他会打方向灯了吧 有打 OK我们后面没车 所以我们让他自己处理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使用Forsal Driving的危险性哦 不过对方人很好还跟我打个手势 但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使用Forsal Driving的危险性 他刚在右转的时候真的太快了 那角度呢切的也不够漂亮 完全吃到对象的车子 那还好我紧急踩了刹车 对面的车也紧急踩了刹车 不然很有可能就一面撞上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寄一个东西回台湾 我们再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我今天日常生活的最后一站健身房 take me to 24 hours finish 不知道各位朋友看到目前为止 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你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使用特斯拉的Forsal Driving吗 你觉得这样驾驶起来真的有让你感觉比较轻松吗 好前面我们就来马上给他一个挑战哦 前面要右转 他感觉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因为我后面没车 所以我也很好奇看看他的表现会是如何 但我的脚是一直在刹车上面准备着啊 好应该可以走了 OK 不过其实如果是我开的话 我应该会选择直走在右转 因为待会我知道这边会有塞车的情况 可能右转不是很好转 但既然他导航决定这么走呢 我们就让他走走看吧 我感觉他右转的速度好像都有点太快了 好不过大家有看到哦 这么宽的路 其实中间是没线道的 但他也知道要保持在靠右边的位置 好我们这边要来一个stop sign的左转 好还不错哦 这边有红绿灯 所以没有问题 好吧那我这个地方必须说 他比我还要熟悉路况 好这边很有趣哦 前面 keep clear 这边理论上车子不能过来哦 但是好他现在刚讲完他就过来了 好大家也看到他的方向盘 其实转的非常犹豫不决 所以刚刚这边是有点问题啊 这边其实不应该停车的 我把它回报给特斯拉 哎呦他中间刹车弹了两下吓我一跳 我旁边有脚踏车 OK还不错 他有等这个脚踏车过去 但其实我们应该要走啦 我来踩个电门push他一下 因为我后面有车要执行 好走 这加速有点猛哦 那前面呢 左边因为施工关系 会汇入我们车道 我们来看看他的处理怎么样 在美国有个算是不成文的规定或习惯啊 我们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车子都会很有礼貌的一台交错一台 如果各位有机会来美国玩的话 这个是美国这边他们开车的习惯 那当然偶尔会遇到比较没有礼貌的人 他不会让 但大部分的情况呢 都是这样一台一台交错进来的 但我发现他这个三不五十煞车 会突然间自己采放采放一下 感觉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他那个声音哦 OK他现在上到Freeway 我不会再放上次的错了 我会让他用Navigate on Autopilot 确保他会自己下交道道 好有他自己打了方向灯 我们要从这边出去 基本上他在高速公路的表现 真的是比在平面道路要稳得许多 待会我们要左转 待会前面这个左转其实也是蛮有挑战性的 因为我们的右边是大车 在转弯的时候呢 有些车他会比较压的过来一点 我们来看看他的转弯的角度 够不够俐落 好了准备要左转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 OK 其实还蛮nice的哦 这个转弯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啦 因为接下来大部分就是直走了 那基本上这也是我的日常生活的一天啊 就是出来做一些杂事啊 然后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啊 因为我在过去这两年呢 胖了大概10公斤有了 那我从4月开始回到健身房去运动了 好我会希望这边他可以换到啊 他看不到前面那台车 挡住路 OK 我看他会怎么处理哦 后面没车我看他会怎么样 他不走耶 好啦我来帮他打方向灯 哦不行后面车来了 好因为我踩了刹车 所以等于我解除了force of driving 但大家有看到 这就是我们真人跟电脑上的差别哦 好我稍微介入一点 过着这红绿灯再让他接手驾驶 所以我相信啊 刚刚那个情况大家大老远看到 前面那台大货车屁股已经突出来了 旁边没车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我猜都会换到中间车道继续执行嘛 但force of driving它没有 所以呢 电脑跟真人至少在目前啊 还是有蛮大一点差距的 我们前面的这台车要切过来 他是看到他了吗 他竟然减速耶 而且减的蛮多的 我怀疑他应该是有能力看到其他车子打方向灯 因为他刚这个减速的有一点 莫名其妙 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他看到旁边这台车的方向灯 他这个刹车有点太太太恐怖了 不过因为我们后面车离我们很远 所以我没有介入 刚刚这个刹车是真的有点太猛了 我们大可以稍微靠左边一点就继续执行了 好啦很快了我们到前面右边就是健身房 也是我今天日常生活的就一站了 待会运动完我就回家了 OK对面有消防车 顺便这边带一点小知识给大家 有机会来美国的话 如果像刚刚这个情况 我们虽然在对象如果中间没有安全岛的话 如果对面有警车或者消防车过来 有在响警铃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停在我们这个位置上 我们也不能继续走 即使他是对象来的消防车或警车 除了像现在我们中间是因为有安全岛 他不可能开过来 不然没有安全岛的情况之下 大家虽然不同向也是要停车 因为他有可能会逆向过来的 这是美国跟台湾蛮大不同的地方 好前面这个地方要右转 我记得这个弯也是要有一点角度 不过还好对面没有车过来 OK还行 但是他这边突然间杀了一下 还可以啦 但如果后面有车跟很近的话 会选的有一点紧张 OK 他把我们带到了健身房门口 好 那接下来呢 就交给我自己驾驶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感觉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日常生活里面用Forsal Driving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对Forsal Driving的想法 也很感谢看到这边的大家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还没follow我频道的朋友也记得按下追踪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一部的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